欢迎各位收睇剧场会客室 我今天也很开心 我请了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 方方上来和我们聊天 我想方方大家不需要我多介绍了 方方 你好 很多谢你上来和我们聊天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一直在无线当主持 演员 我也知道你一直很聚心 做舞台剧和画剧的工作 还有我知道你近年 又开始做多了教育的工作 不如你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现在在做哪些教育的工作 好 其实我认识 因为自己一直做了这么久的 一些媒体的工作 剧场的工作 我觉得很顺利成章 到有阶段就要再深层次 也要找多些东西 就算是演员主持也好 我想也要知道多些 究竟剧场代表什么 所以其实我在几年前 就开始去读一下书了 就是用了一些时间 尤其是参加了 一个叫做戏剧教育的课程 还在努力中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之中 自己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这样有机会 可以和一些学生 中学生和小朋友 做一些教育的 好像工作坊 我觉得其实挺有趣 给了我自己一些新的体验 你当时在哪里读的 戏剧教育 我在爱尔兰 因为本来那时候想去英国 其实那时候英国 只有一间学校 就是做这个戏剧教育的 叫做Drama and Education 但是后来那个学校 有位的导师 我听他们说 可能因为主要他们 不是长时间做这个课程 变成了就围不到屁 就是说经济效益 要收多少学生 就是你的课程 可不可能能扮得下去呢 当然不是很像 譬如MBA这些课程 常教常有 那么多人想 变成某程度上 学校就决定不扮 于是后来 在爱尔兰 另外一个 即是我现在的教授 他就很聚心这方面 他都觉得应该 要培训多些人在这方面 还有我想 在不同的行业界别 其实也有用的 不只是教师要用 护士 医生 其他其实都可以 就是融会贯通 知道当中的一些 我想 戏剧教育的素材 可以用病人 社工 其实都可以用的 那我就觉得 很有趣 到那里有时 觉得不要坐下机会了 一定要在那里读 还有他很好 就是集中是读暑假的 那我就不需要 扔掉我的工作 也不需要 放了工 然后又要很辛苦 再上课 那我就不要上课了 因为其实觉得 一直以来 我觉得做事 效果最好 就是要有专心 因为那里 其实他都挺惨的 我们其实一百个小时 intensive 就上了 整个课程 你去了两三个月 去了 其实不是 intensive 一百个小时 其实是两个礼拜左右 是 由早上九点上到 可能晚上九点 每天这样 但是你是不会觉得累的 可能戏剧给到人 就是这种吸引 就是当你投入的时候 你是不会觉得累的 其实很多是发掘自己 还有其他不同的剧场的元素 很多新的东西去吸收 我想那个体验很好 我第一年去了 其实还没完成 第二年 其实刚刚生了孩子 我其实都很大胆 刚刚坐完月 我又想去上课 因为我怕教授会退休 那时就去上课 回来之后 就开始觉得很多东西 其实用得着的 有机会在一些学校 跟学生分享 我觉得可以套用下去 虽然课程不太长 譬如教他们关于剧场 戏剧 我觉得 好像刚刚最近暑假 在做一些 譬如说 已经是十几二十几岁的 一些学生 他们其实 可能主修的科目 都不是戏剧 不是像演艺 主修戏剧 他们可能在读 市场 甚至读 就是Sports Management 这些不同的课程 但是给了一个 一些创演艺术的 一些学科给他们 其实我觉得 开展他们 另外一些潜能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我想他们就比较害臭 我很奇怪 就觉得为什么他们 因为我有带他们 去看剧场 其中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作品 谢谢 我又觉得 他们原来很多 写回来 我们要他们写回一个 很简短的 又不能叫剧评 他们可能没有资格 写剧评 就是看了之后 一个观后感 给了一些指引他们 看怎样欣赏 我觉得很有趣 原来很多都没有去过剧场看剧 但他们已经二十岁 二十岁女 很大了 当然这一次的体验 对他们来说是正面的体验 因为很多都说 看完之后 原来 初初以为看剧场很悶 进去又不知道 情况是怎样 大家好像很严肃 各边有些同学看完之后 又再叫朋友去看 其实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挺正面的鼓励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这么大人 没去看过剧场 我们自己经历 年轻的时候 已经很喜欢去看电影 和同学在一起 都会去看自己 喜欢看的电影 我没有想像到 为什么到现在 即是二十一世纪 这些年代 为什么年轻人 会比较少去剧场呢 这对我来说 觉得挺有趣 我自己说回 我的电影 我自己有些朋友 我叫他们看 有些是三十多岁 他们真的说是第一次看 而且他们不是 蛇屈在香港的人 其实他们都挺 international 其实都还没看过剧场 他们看完之后 回来跟我说 很感谢你叫我看 我第一次看 而且那个感觉是很好 我会再希望有得再看 那你写多一点 写多一点 原来是剧场看 其实可能我会 我会选择 我不敢那些 很heavy的那些戏 可能第一次 或者你做到那些 我最近都听过 有个朋友说 以前叫人去看 那些后现代那些 你第一次之后 有些人发誓 我以后都不会去 以后都不会去 所以可能 有些戏是选择 即吸引他们进去看 其实我想是一步一步 无论你接到任何艺术 都是 如果一来 去到一些很高深的 可能他们没有渠道欣赏 除非有些可能很有天分 他已经直接接线到 知道那个艺术元素在哪里了 或者可能家里一路有 这样的培训 一般的人其实会比较少一点 我想因为现在一般的家庭 可能也不是父母是演戏 没错 很少接触这个背体 以前听心机 听歌 或者可能都会多一点 但去剧场 我以前没有在意 其实可能如果你不是做这一行 就很少 例如我儿子很小 他进去上台 他不害怕的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可能因为你家里有人是这样 或者是接触过 但原来有很多家庭不是的 并不代表那件事是不需要 他们没有机会接触 但当接触到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是很好的啟发 因为现在年轻人很老实 都是打电脑 最简单 就是一个很私人自己自我的陶醉 但如果你进去剧场就不是了 怎么都牵涉到一些互动 无论剧场是哪一类都会有 多闷也好 你睡觉都是一个互动 可能是这样的 如果它有些元素是吸引到你的 题材或者有些艺术 有些个别的年轻人 特别喜欢音乐 就算看音乐 可能他都会对音乐有一些看法 对不对听 这些池田的好不好 也有的 不是说一定看一个很经典的戏 或者像你的 这个是原创本地的戏 问题是带给他告诉他 这个戏与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觉得剧场 与自己生活没有关系 他觉得进去 只不过是看一部戏 人家做的 演员对白 出来就是我 又回到我自己的世界 那个是另一个世界 但其实我觉得 其实剧场与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还有剧场本身 它是很多艺术加在一起的 比如你刚才说的 你可以有音乐 你可以有些是看灯光的 服装 报警设计 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 还有现在的年轻人 你不要低估他们 就是说他们在家里玩电脑 或者他们有自己沉迷的一件事 一些游戏 但其实那些都是很多这些元素的 可能是本身的设计 或者游戏本身也有个文露 好像戏剧情 也有的 还有很多声音的刺激 其实这些我觉得他们本身 自己对这些都很有兴趣 因为他们自己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很有兴趣去再找多些 所以现在譬如说 很多一些 我想是专上学院 可能都会特别做一些培训的课程 不是个个很老实 不是个个都要做研究的材料 不是很多个都要读文学的材料 但其他这些学科相对来说 其实是启动他们不同的一些智能 我觉得这些都重要的 其实本身他们不一定要是文字上 很聪明的学生或者小朋友 但对音乐和声音特别有兴趣 或者对一些设计和激动的有兴趣 这些都很好 我们今节谈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回来 你继续讲多些关于不同的元素给我们听 好 下一节回来再谈